Hello 大家好 你猜不到我真的欺負了一會 接著現在2點06分 我又再做一條影片才睡覺 這條影片會說一下柬埔寨的騙案 香港保安局非常重視一個事件 另外台灣的女生竟然在三天內逃離了這麼恐怖的地方 抱歉,有一個Pay Me的兒子搬到這裡 這條影片竟然台灣的女生生後 用她的機制手段離開了柬埔寨 並且回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轉轉折折 她回到台灣後做義工 更加叫人協助救了12個人出來 另外香港的男生被人用了称騙網 衰色,但被毒打究竟詳情如何 亦會和你一起報道這兩個事件 東南亞詐騙集團日益猖獗 以高薪利誘中港台人士 去到柬埔寨、泰國、緬甸等東南亞地方工作 甚至全民部分被騙的被人鑑散的器官出來 嚇死異鄉 保安局在17日晚上 即昨晚高度重視相關事件 入境處和警方分別接獲了17和12宗個案 入境處協助在外的香港居民小組 已經協助12人逃離當地 局方呼籲海外的香港人 如果需要協助的話 可以打電話去熱線 8521868 8521868 這是香港的熱線求助 入境處的Apps 又或者以入境處的Apps 以網絡的數據支電 或者填表界求助 現在我又說給大家聽 這個在台灣的女生 她如何做義工 救了十個人出來 以及如何三天之內逃離魔爪 我們就說 你可以看到她在外面 受害人在窗口外面看到的情況 這個就是受害人在西港詐騙園區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她在室內已經到外面 就是一名被騙去柬埔寨的女生 她來自台灣 她的名字叫乳堂 她現身說法說自己 如何被人和人社集團 還會交涉前往柬埔寨 首先在四月期間 她在Facebook上看到一則 是去外國打工機會的信息 當時她認為對方 會夠膽約她當面出來 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於是就出去跟她見面 這個就是那個女生 是台灣人 對方就說 說明柬埔寨的工作 就是做遊戲的 下戶服務 線上的博弈 或者可觀的賭場等等的工作 就說可以過來看看 才再決定 另外就是提出 來匯機票包食包住 你就不如有渣 然後有優厚的條件 和薪水 面對著這麼多條件的誘惑 她決定不如去看看 怎料出發的前一天 仲介跟她約在台灣的一個飯店 過宿一宵 並且找了一個女生 陪她一起住那間酒店 說到怕她睡過了 避免了一班機 然後這個乳堂回想 當時的女生派來監控她 在4月19日 乳堂被帶往機場 搭前往柬埔寨的飛機 同行幾個台灣人 到了柬埔寨之後 就馬上避載到西港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西港的情況 我又給一下Google Map 這個Google Map 你看看 當時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那個地方 它很近金邊 這裏就是柬埔寨 越南胡志明市 另外再遠一點是泰國的 所以零零細細 去到這個地方 叫天不應 叫地不吻 因為全部都是沿海的 你看看 這是沿海的地方 OK Anyway 你看看 你看看 我現在放小了的套 如果放大的話 其實你走出來的話 如果沒有車的話 你根本沒有辦法離開 我們再看看圖 這個就是柬埔寨西夏老黑市 Sahunak Sahunak 被帶到這個園區裏 被老闆去面試 面試過程被告知 被人告訴他 來做詐騙的工作 然後宇棠當時 整個人都嚇呆了 看過辦公室 齊整的電腦和科技園區 沒有什麼分別 但辦公室和住宿管理 都是非常嚴格的看管 好 根本他說逃不出去 而且手機的護照都被扣起了 手機和中介的對話都被刪除 免得你將來逃脫 所以他很小心 另外整棟大廈只有一個出口 有一個出口 這一個就是那個地方 這個台灣妹和另外兩位同行的台灣人 當他知道被騙了 之後想離開 在園區的主管 就跟他說 你要付贈賠償1.7萬美金 大約是50萬台幣 這個語堂就說 我們沒有簽約 為何要付錢才離開 沒想到園區老闆竟然開始嘔打其中一位同伴 頭部和身體 甚至拿電擊棒去電 另外嚇到幾個人不敢再頂撞 甚至不敢說話 聽到他們將會被轉賣 或者拿器官出來 所以這個台灣妹決定了 一定要切法離開這裡 究竟他如何聰明地三天後 可以離開這個魔爪 他很機靈 以工作用的手機 網卡有問題 把卡有問題 由主管拿到網卡 利用了通訊軟體 聯絡到西港省長求救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然後他在第三天的時候 被省長派來的軍警救出園區 拿著護照帶到當地移民局 但沒想到移民局依然沒有辦法獲得自由 台妹只能向她同樣被留在那地方的大陸人借手機 這裡就是那個城市 表面上好像很平靜 但原來如此恐怖 當時他借了一個大陸人的手機 透過柬埔寨在台灣人找到一個當地的軍官 軍官好心幫他交了四千元美金的規費 要找錢來熟他 才能夠脫離移民局的控制 都是要錢 然後台灣妹最後在軍官的家 等了好幾天等待飛機航班 最後在4月27日回到台灣 鬆了口氣 總共在台灣等了驚天動拍的九天 台灣妹說自己算是很幸運 當然了 如果你不是聰明的話 說自己工作的手機 那個網絡卡壞了 再用軟件去求救的話 這些都叫做功課 你進去那個地方以前有做功課 知道他通知哪個部門出事 他亦都很幸運 因為你打馬去軍官 他都可以因為貪污或各樣的理由 未必會肯幫你 他說自己算是很幸運 還有很多人是逃不出來的 你看這個鬼地方 他回到台灣之後 他開始做義工 提供自己逃走的經歷 還有管道 就是那個洞路 還被西廣 就是那個剛剛困在柬埔寨的地方 被困住的台灣人 至今已經獲救了 即是拯救了十名人士出來 他亦都希望政府能夠重視這個問題 只有在機場舉起牌是不足夠的 他認為民眾大多數已經知道去柬埔寨打工會被抓去做詐騙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有很多人懷著希望想出去賺錢 政府除了預防、宣導之外 譬如說宣傳或引導 另外也是設法把那裏的人救出來才對 這就是台灣妹說的說話 你說在營地裡 是裝有鐵絲網的坐牢 你一手爬上去的話 是一手對血的 所以你不會這樣做 但是這麼熱的地方 也未必有些很厚的布 你看 你看 當時這些詐騙的地區、刑區 好像坐牢、監獄一樣 比鬼故更恐怖 這些地方跟普通的寫字樓 沒有什麼大礙 受害人在外面拍了一些照片 我先說這個 另外就是有另一宗 另一宗就是 有一個香港發生的 就是有一個男生在網上認識了一名所謂女朋友 那女朋友也不知道是否男人扮 這些受害人在那裏做一些詐騙的電話 去扮女生和任何人自接觸 看看你誰上吊猶豪殺網 但是這個香港男生被人騙了去泰國萬谷 被不明人士帶去邊境 再被賣豬仔去緬甸 輾轉送到四角不知名的地點 最終才因為家人支付了贖金而被釋放 那你也算幸運 如果你家人沒有贖金的話 就算有機會給... 我先拔了這個貼紙 然後你看到 剛才左手面就是台灣妹阿宇棠 很聰明的 但右手面的照片就是阿宇棠 左手面的照片就是香港男生被他獨打的 他自稱是有輕度的弱智 大約在三年前透過Instagram認識一個女生 成為了情侶 對方甜言蜜語之下 就在今年... 你想想 部署報了三年 在今年的七月的時候 即是不久之前 就被人騙了去泰國會情人 曾經這位先生指 對方已經給了錢機票費用 並且會負責他當地的衣食 所以他自己帶了護照、電話和充電器出發 連衣服都沒有帶多件 以為又吃又拿 然後他去到漫國之後 未見到的情人被沒收了手機和護照 之後就被帶到不知名的地方 期間有坐車和船 部份的路段更加要步行 後來他才了解到原來已經去到緬甸的境內 當他發現了有QK的時候離開之際 竟然遭到不法的集團成員阻止並且將他禁錮 並且要求他從事這個詐騙的工作 稍有不聽話就會獨打 他目擊有人被打到全頭都是血 而他幾乎每一天都遭到虐打 包括了被六、七個人一起圍偶 亦有人用電擊攻擊他 令到他身上留下長長的疤痕 我相信你現在看到 相片弄模了一些 就是他被電擊電傷的傷痕 因為那些有灼傷 亦有懷疑拿著一些槍的軍人 把守防止人們偷走 要給了贖金才可以釋放 他形容被禁錮的生存環境非常差 指不是經常有飯吃的 有人更加被鐵鏈鎖住 甚至連大小便都不能活動 要就地解決 附近也有些新村疑似軍服 拿著槍的人士把守 防止人逃走 他在當地被禁錮捕捉一個月 其間四次被轉移到不同的地點 幸好自己沒有被拿器官去黑市賣 最終他家人交了贖金 匪徒將他送回泰國邊境 再由泰國居住的親戚接回曼谷 並領回遺失了護照 在8月16日坐飛機回香港 至今仍然有餘愧 當然未驚遠 即使從獲自由也好 我相信這些人可能有陰影 如果嚴重一些可能創傷後遺症 在曼谷不敢到處走 擔心再被捉 當他接受訪問時 顧忌重重 不願意透露太多個人資料 但他得識其他香港人有類似的經歷 於是決定將自己的經歷說出來 希望特區政府能夠救助 警方回覆指 今年7月14日接獲一名65歲的男子報案 指他28歲的兒子在泰國 懷疑受騙 然後報警要求警方協助 案件已經在同日交給西區警署重案組接受調查 現在告訴你 如果你還在玩海外的人 玩Apps 和你甜言蜜語 不排除將來叫你去泰國 越南也有機會 緬甸 麻煩大家聰明一下 新聞說到這裏 你們喜歡聽這些故事 我覺得都比鬼故 你這麼喜歡聽鬼故 這些都適合你了 也早早 晨晨晨晨晨晨 應該感恩自己還是安全 在香港 那些治安都比起其他國家安全 我們不要經常說我們沒有什麼 我們有時感恩 我們還有什麼 僅有一點點的自由 都還有的 好嗎 那好吧 你們Have a nice day 努力做事 Oversis的朋友 你們Sweet Dream 好嗎 我起床 現在我睡覺了 起床再跟大家報導有關的新聞 一些大家想知道的新聞 OK 拜拜 記得幫我點讚 分享和留言